今天正好收了一台奔驰的一级W212的第一批长轴距版的兄弟们 就是北奔的奔驰E200L 这台车呢正好验证了我之前给你们分析的奔驰一级所有的通病 这台车整备起来也是让人头大 但是呢对我来讲收拾奔驰车型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手拿把驰就给他拿捏的明明白白 这台车的原车主我相信可能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个小伙子 为啥呢 他把这个力标改成了这个屏标 这一下子让这台车整体的一个气质就没有了兄弟们 你要说中网带大标 机盖上面屏标完全OK 但是你中网是小标的情况下 他的机盖必须得站起来一个奔驰力标 那才能让你在开着这台车的时候往前一看 那种拿捏气质的感觉 等一一下就放来了兄弟们 所以说这个力标啊 我后期还要给他换上去 因为这么一个力标特别能彰显这台车的气质 虽然这台车已经十年车两个兄弟们 一一年上牌的一一款的长轴距版本的奔驰一级 但是吧 w212的这款奔驰一级吧 他最后啊是16年时候才挺惨 来吧废话不多讲 我先给你们讲讲这台车啊 内饰前排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通电和一些什么样的优点 首先呢打开主驾车门 这台车我收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这台车内饰这些案件 他会脱皮掉漆 这个是通电我之前给你们讲过 你看这个座椅记忆的按键呢 还有这台车送上器的开关也已经掉漆了 还有就是方向盘 他这个按键也经过时间的洗礼 他也掉漆了 还有什么地方容易掉漆呢 兄弟们 副驾驶的送上器开关 包括这些按键 他都容易掉漆 你看这个解锁开关 他现在隐隐约约也是掉了那么一点漆 然后中控这个位置啊 兄弟们也有容易掉漆的地方 但是这台车长期在南方服役 所以说他这个座椅价就几乎不怎么用 所以他这个开关键没什么磨损 然后这台车内饰这一块啊 兄弟们就是这些按键 他容易掉漆 其他地方呢 还真没上毛病 然后这台车呢 作为一个长轴距版本的奔驰一级 他的后排空间 那相当够用了 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满满灯灯 对吧 然后呢 虽然是一个一二百 他不是一三百 是个四缸车 但他也有遮阳梁 但是是手动的 不是电动的啊 作为一个C级车来讲的话 他的后排空间 还有整个内饰的一个驾乘感受 能给你带来四个字 也是满满灯灯 好了这台车吧 你要说他有毛病吗 其实也有 他一款吧 他照比一二款一三款 一二百和一二六零车型吗 他是机械挡的兄弟们 他不是怀挡 第一批长轴距版的 北奔的四眼 W212的奔驰一级 他就是机械挡的 后期呢 变成了怀挡 我个人认为啊 兄弟们 怀挡的话 用起来更加方便一些 但是你十万 你买这么一台 十年车龄的奔驰翼 你还要啥自行车 对不对 你要是怀挡的话 基本上要十三四孔往上了 一二一三年以后 才有怀挡的四缸奔驰一级 兄弟们 你们觉得对于一台 十年车龄的老奔驰来讲 他最重要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哪里呢 没有错 就是发动机 还有飙用箱 还有底盘这一套地方 因为他最费钱的地方 就是这些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 你如果是车框不好 再加上你身边 没有修车资源 你这台车 你修进去五万也是他 修进去十万也是他 因为这么一台车 如果是之前车主 对他不好的情况下 他整体的一个工况会 特别的差 所以吧 你们去选这种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小心了 没那个金刚转 变了那个瓷器活 不要在网上学习了一点 汽车知识 二手车知识 你就觉得你自己 就能去安排 这么一台老豪车了 开回去 满满灯灯 其实你开回去的是 不满满 不灯灯 兄弟们 然后这台发动机呢 是M271的发动机 1.8T涡轮增压 早期它是机械增压 后期变成了涡轮增压 这台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漏油漏的比较厉害 还有啥呢 漏水有一点点 但是不多 这么一台车 最先漏油的 就是我给你镜头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机油率的底座 这台M271的发动机 机油率底座是塑料的 整个浪一个 像我胳膊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啊 机油率底座 它是整体是塑料的 所以说它时间长了 容易老化 容易渗油 容易漏油 所以说时间一长 它就容易老化 容易变形 它就容易漏油 兄弟们 这个机油率底座啊 你光换垫完全没有任何用 你换副厂的 也就是用个两个月三个月 它可能还急着漏 换它一定要换原厂的 在玩原厂的 你需要花费多少米 1500以上到2000以内 你就能安排一个原厂的 这是我们的拿货价 你如果是低于这个价格 基本上就是负厂了 还有什么地方呢 它这个气门室盖垫漏 气门室盖垫漏之外 它这个火花塞 孔里边也容易漏进去机油 你们去换火花塞的时候 如果里边有机油了 就是气门室盖中间 那个火花塞 那个眼里边的胶圈也老化了 所以说对于这种车型 直接全部易损的漏油点都给它找出来 一次性给它处理好 那就一劳永运一个那么两三年了 啊兄弟们 然后呢 这台车 如果你在行驶当中发现 踩油门或者你开着的时候 有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很像排气管子漏了的声音 如果有啊 换机爪胶 两支和变速箱的机爪胶 一支总共三个胶垫 就能给它安排的明明白白 不要以为它是排气管漏了 它就是机爪胶跟变速箱的机爪胶 再有就是 这台车的通病 其实跟274一样 也是271遗传给274的通病 就是这台车的通病 它前面的正式轮 它容易卸压 卸压完之后 它就坏掉了 还有突轮轴呢 它进气的先坏 排气的后坏 这个现在修起来 花不了多少兄弟们 你就以这台车来讲啊 就所有的通病 我全部给它安排的明明白白 可能也就需要大几千 包括全车的油水 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 我就是开修理厂的 还有就是奔驰这款车 我拿捏的比较稳的 我不能说我比谁修的好 但是我修过的奔驰车 我心里有素 我对它的感觉就像家延一样 兄弟们 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是我跟它有种感同身受 身临其境那种感觉 好像俩人穿一条裤子 就那么个关系啊 再就是你们发现没有 奔驰它的机盖可以成90度的脚 给它立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维修模式啊 其实挺人性化的 你就像同级别的奥迪 还有宝马 它的机盖不可能给你折得这么直溜 所以把这台车方便 懂它的人更加轻松的去修理它 兄弟们你们觉得十万安排这么一台奔驰翼 得不得劲 我感觉还可以啊 如果这台车全部准备完之后 我相信它的工况 足以让你开个两三年 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除非你点倍 除非你没有我这么帅 但凡咱俩的颜值差不多 或者是你的颜值超过我 我相信你开的车没有那么容易坏 所以说兄弟们 车坏不坏 在于你的运气 真就这样 你有时候点倍可能喝凉水 它都塞牙 好了这期就到这 有什么对待开车不懂的 评论局下方留言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兄弟们 下课 下课